嗨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一種多肉植物 叫做 珍珠吊籃 你看是不是很可愛呢 我超喜歡這個珍珠吊籃的 算是多肉裡面我 特別喜歡的一種 它這樣子很可愛 就像它的名字一樣一粒一粒的珍珠 的樣子 很可愛吧 它還有另外一個名字叫做佛珠吊籃 但是 為什麼叫佛珠吊籃呢 珍珠吊籃是不是可愛多 不懂 佛珠 佛珠可能感覺比較吉利一些吧 所以才叫佛珠 但是我比較喜歡叫珍珠 很可愛 一粒一粒的 好 這個一粒一粒的啊 這個是它的葉子 很可愛吧 那它的葉子這裡面都是水分 所以沒有水分的時候 就會變得很乾扁 那時候你就知道你要澆水 我這個是 我這個是裡面 這個裡面是 只是一個這樣黑色的花旗 然後外面就把它套一個像這樣鳥屋很可愛 我覺得這個鳥屋很適合給這個用 然後 這個還有一個方式可以這樣玩 就是我會這樣子 因為這樣鳥屋看起來感覺沒什麼 然後我就把它 如果它變長的時候 我就會像這樣子把它刮上來 這樣的話 就會感覺比較 有趣一些 像這樣 然後另外一邊這樣把它 刮上來 就是它變長的時候就把它刮上來 這樣感覺就是 還蠻豐富的 就覺得 就還不錯 然後 因為現在這個真的還不夠長 我這個還太嫩了 不然再長一點才能把後面的這個 全部都把它刮起來 讓它可以有垂吊感 然後沿著屋簷下 就是 我那時候看到這個花旗的時候就這樣想說可以用來這樣子做 然後 因為我這個花旗 它的位置 是掛在那個 我是把它掛在一個 立燈下面 然後 那個立燈有一個 定時器 定時器就是可以控制它的 電燈的開關 每天都有至少八百小時的 的時間一定都會亮 除了室外的光以外 那個定時器的功能是 讓它有足夠的光 恩 因為我這個Doro呢 我這個釣柱釣籠 我們要把它拿到室外 就是在家裡欣賞用的 所以 還有它這是木頭的 所以應該不適合林島嶼 所以都是在家裡室內 剛好掉在台燈下來做個裝飾 我覺得還不錯 所以有那個燈 然後那個燈是LED的 所以在省電上來說還蠻省電的 所以我不會擔心 不會擔心這個 恩 因為這個珍珠釣籠啊 你 很適合 它算很適合 算多肉 算是多肉裡面唯一 不是唯一 但是就算多肉裡面 一種很適合在室內的 就是它 恩 因為多肉都會有一些問題 就是它光源不夠的時候 它會抽長 但是這個不會喔 欸怎麼講 不是不會 是它會抽長 可是它因為 這個是它的金嘛 但是它抽長的時候 等於它的珠珠跟珠珠的距離變長了 但是不影響它的葉子的眉觀 它的葉子 還是圓的 頂多光照不那麼多的時候 會變成像 長條形的橄欖球這樣子 就像橄欖的樣子 但是 如果光線一多的時候 它會 它不是 它變成橄欖那個形狀 不是永久 它會 只要光線變多 水 糞充足的時候 它又會變成一顆飽滿的 圓球狀 所以這種多肉真的是很適合在室內 那 你如果在室外的話 也可以就是要注意就是不要 在太陽的直射下 因為它也會造成就是它的 這個葉子的表面 怎麼講 灼傷 或一些 很明顯白色的灼傷 那個灼傷就不會恢復了 所以 盡量就是避免 外面直接 太陽的照射 那你可以 像我這些在培養的這些 我就把它拿到室外 這樣的話 它生長速度會比較快一些 因為它光照比較多 然後氣候比較溫暖 比室內有冷氣暖一些 這樣它 像我這個也是在室外 它就長得比較 好 然後 球也比較圓 比較飽滿 然後再來是 膠水的部分 膠水這部分我覺得 是一個非常 驚豔的東西 因為它們是多肉 正常來說它們是多肉 所以非常的 不需要那麼多的水分 正常來說是這樣 但是 我剛開始的時候有點貪心 希望它長快一點 所以我的膠水的量有點 有時候會給它太多 剛開始的時候 有一段時間是膠水澆的太多 太平凡 的時候它有點 浪根了 所以這時候只要 停止膠水它就會 再 重新長根 會再恢復 就是你要一段時間恢復 那我的經驗是 如果你是新手的話 你不知道要給這些多肉多少水分的話 你可以從葉子觀看它們 像這個很明顯 只要它一缺水它的葉子 會變得非常的 像是 比較乾扁一些 就是乾一些 比較不會那麼圓 會比較長一些 像 比橄欖再扁一些 那時候你就知道它缺水 那時候再來澆水 就很安全 那時候澆水就一次澆透 不要再給它一點點 拜託 不是因為它是多肉 只需要一點點的水 是 它土壤完全乾掉的時候 就請你給它一次的 很多的水 讓它 整個土壤完全洗飽水分 這時候 它不會因為 水分太多而死掉 它還是有一段忍受期的 好 那 或者你可以再等 它這個真的很耐 因為它葉子裡面都是水分 你再等 它葉子非常乾扁 乾扁到一個 極致的時候 再來澆水也是可以 但這樣的好處是 它生長就會比較的 比較緩慢 因為你 澆水的頻率沒有那麼高 就常常在缺水狀況 所以它的生長會緩下來 這個是如果你要控制多肉 生長速度的時候 可以這樣做 好 那 以我的經驗 我已經知道 我的這個多肉 這盆多肉 它現在是非常健康 然後它也長了非常多的嫩芽 在 到處都是長出新的很多嫩芽 那我就知道它嫩芽長很多 表示它的根系 非常的 健康和漂亮 所以呢 我就會稍微的 讓它土壤有 稍微的 濕一點點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要經驗 所以我不敢跟你們說 這個土壤要讓它們稍微在潮濕 這個真的是很難拿捏的 所以 如果你是新手的話 不建議讓這個多肉 植物的土壤 一直都是在潮濕的狀態下 好 這樣說好了 如果你很害怕的話 你怕你害了你 如果你很害怕你把它澆死的話 最好的判斷就是 等它的葉子稍微有 乾一扁一點的時候 你再來澆水 最接近土表面的那些 多肉它的葉子 它的枕竹會比較乾扁一些 那時候帶來澆水 也會很安全 再來第二個 很簡單判斷的方式就是 你只要把你這個盆子 稍微拿起來 沒有澆水的時候 盆子會變得很輕很輕 那時候你就知道你可以澆水 只要盆子變輕了 土壤完全乾的時候 再來澆水 就會很安全 這個是我覺得 我認為應該是不錯的 指標可以給大家參考 好 那就澆水的部分是這樣 好 再來是 肥料的部分 我也希望它長快一點 所以我會給它一點點的肥料 就是一年大概才一兩 一年大概 兩三次的 幾粒的 緩濕肥在它的上面 就一點點 真的一點點 第一是 多肉真的是不太需要 施肥的一種植物 所以你盡量不要 是幾乎是不用施肥的 好 如果你想要讓它快一點 長快一點的話 我就偷偷的 我就會放一點點的在上面 但是這施肥的時候 如果你 一不小心撕太多的話 會影響整個土壤的 品質 改變土壤 這樣的話你的 植物會 會長不起來喔 那你的土壤會要整個要 就要再重新 倒掉 然後用新的土壤 所以你的 施肥的這部分 要很小心的施肥 所以 基本上多肉是 不需要施肥的 再來稍微講一下 蟲害的部分 蟲害的話 我這個稍微 它有過 我自己不小心把那個 牙蟲帶進來 那時候我膠水的時候 發現上面有 有看到牙蟲 所以每次我們膠水 植物的時候都要注意 都要稍微觀察一下 植物的表現 變化之類的 好 看到牙蟲的時候 我是用這種 膠帶 因為牙蟲很好 控制 剛開始你很早發現 沒有很多的時候 很好控制 剛開始 所以用膠帶就是 一兩隻三四隻 每一次膠水 每次膠水都要稍微看一下 因為有時候牙蟲太小隻 還沒長大我 看不到 等它大一點就看得到 你就把它黏稠黏走黏走 大概三四四五次之後 就沒有那問題 現在就沒有那問題 所以 牙蟲這個問題很好控制 那再來比較 常見的問題就是 戒殼蟲 多肉很多戒殼蟲 像我的多肉 幾乎基本上都是在室內 偶爾就是不小心 植物的 跟買的新的植物帶進來 不然就是我在外面摸一摸 又把 戒殼蟲帶進來 小小的看不到 很容易都是這個原因帶進來 那 我的處理戒殼蟲的方式是用 化學的 處理戒殼蟲的農藥 專門去 就是噴灑它 我覺得這個方式是最有效 最好 最有效率的方式 所以 推薦給大家 不要因為 我知道 有機的方式或許不錯 但是有機要不斷的撕殺 這個很耗時 然後 又很 怎麼講 心力超脆 我覺得 還是化學的 最有快速最有效 馬上減效 所以我很推薦 化學的 而且 你通常是 你不會去吃這些植物 還有就是你用完了之後 你摸完這些植物 不管怎樣 你一定要洗手 你吃東西之前都要洗手 所以 我對於這些化學的 就是還是 有它 方便的地方在 好那再來講 如果你要繁殖它們化很容易喔 非常容易 如果你剪 你其實就是剪一段下來 剪的 怎麼講 它這上面頂段太嫩了 不要剪那麼嫩 你剪下面再有一點點比較 金比較粗一點的部分 這樣它成功率會比較好一些 好 就是你剪一段之後呢 你把 這個珠珠把它剝掉 把它摘掉 這珍珠把它摘掉 讓它 讓它有一段金的部分可以 插在土壤裡 這樣就可以 或者是你可以把 它的金都埋在土壤裡 然後只露出它的 珠珠的部分 這樣也可以 它這長根 在土壤裡長根很容易 失敗率也很低 除非你在它還沒長根之前 拼命澆水 把它澆死 把它攪爛了 不然它 就像其他多肉一樣 勝功率非常的容易 幾乎不會失敗它 幾乎不會失敗 那還有一個方法就是 你可以水擦 你可以剪一段 把下面的珠珠撥掉 把它拔掉 然後插在水裡面 這樣它就會長根了 只是它的 長根的速度沒有那麼快 沒有像插土 快很多 你可以插水之後 再把它種在土壤 也可以 這樣就可以 它這個繁殖很容易 好 那 呃 如果你想要讓它 呃 長得很快的話 我 我自己的經驗是 呃 溫度 因為它是 多肉都是比較喜歡 溫暖潮濕 溫暖的環境 不是潮濕 溫暖一點的環境 所以它夏天通常 長得比冬天快很多 所以 氣候要溫暖一些 然後 光照要記得要 多 多的話 它會長得比較快 但是不要太多 太多會燒傷 然後 水分也是 水分 如果水分 給的太少 它就會 生長就緩慢下來 水分 給的 適當 就可以拼命的不斷地冒側 拼命的不斷長 然後 再來就是你 剛開始 像我這個 剛開始在培育的時候 它只有一條 那它如果越來越長 你可以這樣子往上面繞 讓它整個面都先長滿 再讓它開始往下長 然後你在上面繞的時候啊 或是在上面開始長的時候 你只要看到它有一點點 有時候啊 就是它長的時候 像這樣子 像這樣子 像它這個有長 吃軟一根對不對 然後嫩嫩的在前面 我會把它剪掉 你 你常常修剪的話 你常常把它的 最嫩的部分剪掉的話 它很容易造成 很容易變成分岔 就是一隻長出來 你把它的 頭切掉 它就會分岔 那你不斷地分岔再把它切掉 它就越來越多 這樣的話 是一個很快速的方式 讓它變得很滿 大概是這樣 還有就是剛開始 不然就是你剛開始 在培育這個時候 像我就只有插一隻 或兩隻 你可以插多一點插枝 如果你要插枝插多一點的話 像這個一串啊 一段的話 你就不要插長長的一段 你就把它剪成一小段 一小段 我覺得 三個珠珠 剪一段 三個珠珠剪一段 這樣其實就可以了 然後你把它插在 把它插在土壤表面 像這樣一盆 你可以插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你可以插九 九段在上面 不用擔心它很滿 它到最後 也是會變成這樣子 就這樣 好好照顧它 它就可以長得很漂亮了 這個 我很喜歡它這樣子用 像我想要給大家看的是 順便給大家看的 這個是 之前做的 多肉 重愛胎球上面 那很多人在問說 這個胎球現在長的環境 長得怎麼樣 經過了這麼一段多一段時間 它一樣長得很漂亮 這個胎球 超漂亮 超級漂亮 雖然它只是長在一個 一個沒有容器的 漂浮在空中的一個 太漂亮了 不知道怎麼說它 不知道怎麼說它 然後就這樣吊著 然後偶爾交它水 它一樣就是 這樣長得很好 然後 我是把它吊在窗邊 所以它還是要一個 充足的光源 但是沒有那麼充足 沒有像外面 室外那麼充足 所以你可以看到有一些 抽搶的現象 但是 還是可以在可以接受的範圍裡面 所以這是這部分 那 我很喜歡我的多肉煮盆的時候 用這個 珍珠吊欄 就是它的垂墜感 你看它這樣垂墜感是不是很可愛 你這樣拿著就覺得 像流速這樣 所以 我很喜歡這個珍珠吊欄的原因 是這樣子 那 最後呢跟大家介紹一些 這個珍珠吊欄的品種 如果你想要收集它的話 你是可以收集它的 因為它的品種有非常多 它的名字呢 我沒辦法一一告訴你 它所有的名字叫什麼 中文名字叫什麼 但是你可以去查 因為它基本上它都以它的這個珠珠的 樣子去命它的名 譬如它這個是 圓形顆粒狀 就像珍珠吊欄 或是佛珠吊欄 那它還有 不叫 有一種是它的珠珠 不叫 沒有那麼遠 比較長一點 像眼淚 所以他們叫它 情人淚 你可以這樣搜尋 然後還有去找 還有一種叫做什麼 它長這個一樣這個形狀 但是它 上面有花紋 就是有那個紋路 就是 所以他們叫它西瓜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麼 就叫它西瓜 有西瓜名在裡面 所以你就找西瓜 然後珍珠吊來去找 那是一種 然後它還有 形狀像橡膠 就是 它的葉子 它的這個 珠珠是 這樣的像橡膠的形狀 一段 長長的 然後彎彎的 然後又有人叫它 玄月 好 然後還有 還有一種 叫做 海豚 就是它的形狀像海豚 還蠻酷的 我是覺得還蠻酷的就是 為什麼它長成那個 那個形狀 就是它的 珍珠很像一隻海豚的形狀 所以他們叫海豚 好大概就這些 可能還有其他形狀 我沒有想到 還有就是 我手邊有這個 這是我要跟大家介紹的 這個是 它的叫做名字叫做 紫玄月 顧名寺就是 是紫色的 然後它的形狀是 弦月 就是彎的 有一些彎彎的 好 它現在這個樣子不是紫色的 是因為 它通常夏天是這個顏色 它只要 天氣變冷的時候 它會開始變紫色 我有看過圖片 它整串掉下來 全部都是紫色 美炸了 所以我才有它的原因 就是想說 試試看 那它這個上面又開花了 它會開花 這也會開花 花沒有那麼吸引的 主要是這個 好然後 這個我還發現 因為這個是 等一下 上面有蟲 換年 好像是果銀的東西 好 黏不到 我腳到哪裡 喔 我有發現這個 紫玄月它長得特別快 這個也是我今年 今年喔 這是三年前 這是我今年才拿到的 就這麼一段 現在已經變這個樣子了 然後它的土壤也才這麼一點點 就長成這個樣子 然後 然後這裡也是我今年分租的 就是從這裡分租來的 我想說 萬一失去了 所以就分租 結果 想不到它長得特別快 恩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是因為它的葉子比較大 所以它長比較快 還是它本來屏洞就這樣 特別快 所以就 這個上面有點被鳥吃的關係 我的多肉都 如果放外面的話 就會被鳥做 因為多肉裡面有水分 所以它們還蠻喜歡的 所以我都會讓它們吃 但是有時候 拿出去漂亮的 多肉 如果你沒保護起來的話 它們就把你 吃了一個洞裡洞 啊 可是我很喜歡 鳥來我家後院 所以 Well It's OK 好 然後再來還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英國最近才拿到的 品種 我超期待 我等好久 珍珠吊藍的 緊化 或者是 出緊 我會寫在那裡 我不知道到底人家怎麼叫它們 就是它有 就是 這花現可愛吧 就是它 它這個原本 它這個形狀 它原本是這個 就是綠色的 珍珠吊藍 就是原本的形狀 沒有 就是原本這樣子 但是它因為 基因 突變 或是 就是 就是 就是異變的關係 它會 自然就跑出這些有 原本的綠色珍珠上面有 白色的斑點 或者是 白色的線條 我那時候網路上看到的時候啊 它不只有白色線條 它在太陽比較大或者是 在 氣候壓力的狀態下 它會有跑出粉紅色的 粉紅色的珠珠耶 超期待的 超漂亮的 然後還有一些會是 白色的 整顆都是白色的珠珠 嘖 但它不會整盆都是 粉紅色的珠珠 也不會整盆都是白色的珠珠 它會 穿插在裡面 就是 我覺得很可愛 我覺得我是還蠻後來 後期才發現這個東西的 所以就覺得 Anyway 現在才買 前三 四天才拿到這個 這個 枝條 這個枝條是網路上跟 別人買的 你通常很難在商店裡看到 這種 金化的 珍珠吊藍 我很少 我幾乎有在找 但是沒找到 然後網路上買的話 如果你買一盆的話 超貴的 那 我跟人家買的時候 是買一小段 大概 10塊美金吧 300塊台幣 超貴的 然後我把它分成了三段 把它剪裁成三段 分別裝在兩個容器 原因是 萬一我失去了一個 我還有其他 另外一個 那像我這個啊 這個就只有 這個裡面就只有三顆珠珠 這樣也可以 就期待他們 可以將來變成這個樣子 然後之後 如果變多的話 再剪來網路上買 就暫時先放在這個 可愛小熊畫面 然後希望它可以買出來 耶!很期待很期待 好這就是我 手邊的這些 這就是我所知道的 珍珠吊藍 那 將來有什麼 再來更新給大家看 期待這兩個 好 那如果你有什麼問題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可以盡我所能的回答你 希望你會喜歡這支影片 謝謝你的收看囉 那就這樣 掰掰